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欣彌 歡迎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代表民進黨參選雲林管長的立委劉建國 自在告後會保障他的團隊 第一道六七的競選中部 電開寫票興廷 劉建國表示 自己的努力不夠 不看到大家 大家願望 當時也要向所有支持者 制度者 未來他會繼續 讓鄉親為雲林的建設和發展 自己向中央進出主委 要讓雲林更好 感謝您的支持 聽笑 這次的選舉 讓大家希望 非常非常抱歉 騎在車上 雲林管長的好選人 劉建國 永樂鄉各位鄉親第一 雖然這次在雲林管長的選舉中落選 不過對於鄉親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他是相當的感謝 當時也覺得很抱歉 表示一切都是他努力不夠 他的心機做檢討 每一個鄉親再去跟各位說聲抱歉 也跟車視者再度的自信 基本上這個抱歉就是我自己個人努力不夠 然後這些大家對我很大的期待 然後以選票來支持我 但是還是不盡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目標 所以對大家就是很抱歉 我想我個人的要去做相關的調整 然後對一些事情的一些處理的方式 那可能也應該會有不一樣的一個作為 劉建國表示 未來會繼續這期向中央進出主委 為婚姻的建設 福利來努力 毫無鄉親的心意不變 只要是為了婚姻好 他一定會專利來做 雖然地方政府不同政黨 但是只要為雲林好的事情 只要可以為雲林爭取的 那基本上我會努力不懈 我也一直照這樣在做 我也不會因為不同政黨在地方執政 我就會有所怠惰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持續的為雲林來爭取 相關的這些建設福利 還是透過法律的修訂修正 那基本上這個我一定會盡全心全力 來把它做好 面對這次的六選 劉建國表示 他會趕緊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為鄉親為婚姻的幸福 繼續打拼 記者庫恩信 蔡宏報道